项目编号 SCP-048被诅咒的SCP号码 项目等级无参见描述 课书收容措施 应从SCP目录中剔除编号 SCP-048 不应将该编号分配给未来的任何SCP 描述 SCP工作人员长期以来认为SCP-048是个受诅咒的SCP编号 任何备受与该编号的项目都会被毁 被停用 被盗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再为基金会所有 且一般并非由于任何特定个人的疏失所致 此外被分配给SCP-048的人员的变动率由于死亡 断支和纪律处分等原因而比平均水平高50% 数字048是否确实有超自然特性仍不得而知 但鉴于围绕该数字的迷信 该编号已被从目录中移除以维持士气 副录1简直荒唐 我会向你们这些迷信逼证明你们都只是胆小鬼 现在取消对SCP-048的限制 并将其授予数据删除 KORTEF博士 副录2 SCP-048 数据删除 在今早不慎被扔入垃圾箱而遗失 在一起恐怖的无关意外中 KORTEF博士的双臂被餐厅搅拌机截断 SCP-048被弃用 O511 副录3 在明确肯定没有所谓的吸血鬼之传存在 更不用说被归入基金会的控制下后 SCP-048被再次从档案中移除 目前认为这个错误的缘由是一名低级研究员 尝试将他的超级棒的故事想法保存至其硬盘 却重写了为SCP-048保留的空白空间 该研究员已被暂时排除出所有档案相关工作 O511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048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